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 蒋介石对曾国藩就更崇拜了 他说 满清道贤年间 曾胡左礼之流 亦以转移风气为己任 曾文正刑法主纲 而用人则中血性 尚气时 其余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 而归本于制成 其立身行事则本于圣读 主敬 求仁 习劳的精神 顾湘君 怀勇的成功 当然不是偶然的 还说 无辜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 思想之新旧 成败之过程如何 而其苦心毅力 自立立人 自达达人之道 盖以足为无人之 师自已 可见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对曾国藩的为人之道很佩服 那么今天的专题我们就暂且抛开曾国藩的历史是非功过 先来谈谈他是如何利人传道的 曾国藩祖籍湖南衡阳 祖父曾玉萍生有三个儿子 长子继曾国藩的父亲曾林书 次子藻族 三子继云未曾生育 因此增加传宗接代的希望 就寄托在了长子曾林书的身上 妻子怀孕之后 曾林书就迫不及待地 请孙明先生给占卜一下 是男孩还是女孩 得到的结果是个女孩 曾玉萍就急得赶紧焚香向祖先祷告 请求仙人帮忙把这个女孩变成个男孩 结果儿媳不负众望 果真生下了男婴 曾家上下是喜出望外 当即大宴宾客 当时曾国藩的曾祖父曾靖熙还在世 就在孙习分娩之前 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条巨蟒从天而降 在房屋内外盘旋良久 惊醒之后就听到家人报喜 说孙习生了个男孩 他当即表示 此乃祥兆 他日此子必定光大 我曾是门庭 你们要好生看顾 这个梦兆后来伴随了曾国藩的终生 被人说成它是巨蟒转世 有人说曾家的后院有一株古树 被一个苍藤所缠绕 已经枯死 曾国藩出生之后 这棵古树又焕发出生机 长得枝繁野茂 而苍藤则仍旧缠绕着古树 形状就像一条巨蟒 包括曾国藩后半生 一直被皮肤病 就是牛皮旋所困扰 搔痒难耐 总是搔下很多的皮屑 这个也被说成是巨蟒褪皮 那我们再回到曾国藩的原生家庭 像中国传统社会的很多家庭一样 曾家是累世务农 就算有子弟读书 也没有人考取过什么功名 但曾家一直注重子孙的教育 像很多传统的家庭一样 过着一根一毒的生活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萍送长子曾林书去读书 希望他能够科举种地 光宗耀祖 但是只可惜 曾林书虽然学习刻苦 但是天性奴钝 光童子试就考了17次 到43岁的时候才考中秀才 于是增加几代人的希望就都聚集到了长孙 曾国藩身上 曾国藩从五岁开始就在父亲的严厉督教之下读书认字 但是和多数的男孩子一样 儿时的曾国藩也是非常调皮 九岁的时候他曾寄居在桂花堂的欧阳先生家中 也是为了读书啊 有一次与欧阳先生的儿子发生了口角 大概是主人偏袒自己家的孩子批评了曾国藩 他就把这个委屈一直记在心里 直到要离开欧阳先生家时 曾国藩就突突把人家的鲸鱼缸打破 而且一直要看着水都流光 鱼都干死 才兴高采烈的回家了 12岁的时候 曾国藩与小伙伴们在神王庙玩耍 一不小心将神像碰倒在地 这可是闯了大祸啊 曾国藩因此被父亲狠狠的教训了一顿 为了表示向神王赔罪 曾家还给神像从述了今生 父亲看到这个儿子实在是太淘气了 就决定送他到离家六里之外的古罗坪去读书 接受更正规的教育 那曾国藩就觉得啊 就是因为这个神王让自己不得不少年离家 因此就和神王结了仇 此后每经过神王庙的时候 都要把一根系着绳子的竹棍放在神王肩上 跟神王说这是我的马我去读书你好好的替我看着我的马 如果我回来发现马跑了定不饶你 这两个小故事讲起来有男孩子的家庭是不是都觉得很亲切呢 是的啊即便如曾国藩这样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人 小时候也是个淘气包和闯祸精 而且还是很记仇的那种 他后来的成就啊 一方面与他骨子里不服输不怕事的这个倔强性格有关 另一方面啊也是他后天不断加强自我修为的结果 道光四年 十四岁的曾国藩第一次随父亲赴省城长沙映童子侍 结果是父子双双落地啊 曾林叔的落地我们刚才讲过了是由于他生性奴顿 而曾国藩的落地应该是光顾着淘气了 精力还没有放到学习上来 但曾林叔觉得儿子很聪明 没有考中是因为本地的师资不行 他不想让儿子和自己一样啊 屡次承受科举失败的这个挫折 决定让儿子到衡阳双贵书院去读书 师从汪绝安欧阳宁子等名师 这个为曾国藩日后成为名儒 并且注重金氏之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事实证明啊 教育资源的确很重要 跟从名师之后的曾国藩 很快就考中了秀才 还被老师欧阳宁子看中 将女儿许配给他为妻 这一年啊 也是曾林叔第十七次应试 也被取中 成了秀才 曾家是好事成双 父子俩终于改写了曾氏家族 入乡五六百年之间 没有获得功名的历史 考中秀才之后啊 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就变得通畅 之后的第二年他就考中了举人 四年之后又高中晋师 年仅二十八岁 道光二十年三十岁的曾国藩 被任命为汉林院检讨 尽管这个并不是什么位高权重的职位 但曾国藩以一介不一寒事 侧身于名如云集的汉林院 已经实现了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 书生变蛟龙的理想 不过曾国藩并没有得意忘形 而是立定了更为宏大的志向 如他在一篇作文当中所说 君子之力之也 有名包物语之量 有内圣外王之也 而后不舔于父母之所生 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他还给自己立出了座有名 不为圣贤 便为禽兽 莫问收获 但问耕耘 用来时刻激励自己要上进 为了表示全新的人生的开始 他连自己的名号都改了 曾国藩本名曾子成 到京城之后 他先是改号为狄生 取当狄就是 告别昨天的意思 就是把之前那个魂不令的性格和往事 都要抛至一边 从此以后要开始全新的人生了 之后他又把名字改为国藩 就是要做国之藩礼 朝廷栋梁的意思 曾国藩对过往人生的否定 一方面含有要重新立定大致的意思 另一方面 其实也有到了京城之后 有了对湖南老家 闭塞生活的一种鄙夷和不屑 他曾说自己 少时天分不甚低 绝后日语拥蔽者处 全无所闻 俏被茅塞久矣 就是自己这个聪明人 每天处在拥蔽之人的这个环绕中 心智都被蒙蔽了 他还写信劝说弟弟们 不要和那些相间拥蔽之人多接触 这样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为了给弟妹们打个样 曾国藩到京城之后 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修身计划 名曰日课十二条 就是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做到以下十二件事 这十二条后来被世子们奉为信条和榜样 都跟着照做 感觉只要能做到 就可以修炼成像曾国藩一样的理学名家 那我们就来看看曾国藩给自己定出的具体是哪十二条 第一 主静 无事时整齐严肃 心如止水 硬事时专一不杂 心无旁骛 第二 静坐 每日须静坐 体验晋急生扬来复之人心 正未宁命如顶之震 第三 早起 离时即起 绝不练床 第四 读书博二 书未看完 绝不翻看其他 每日须读十页 第五 读史 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 十页 即使有事 亦不间断 第六 谨言 出言谨慎 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第七 养气 气藏丹田 修身养性 第八 保身 节劳节欲节饮食 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第九 日知其所无 每日记下茶余偶谈一篇 分为德行门 学问门 经济门 艺术门 第十 月无忘所能 每月做诗文束手 不可一味耽搁 否则罪意 逆心丧志 第十一 做字 早饭后 习字半小时 反笔墨应酬 皆作为功课看待 绝不留待此日 第十二 夜不出门 灵宫 疲神 窃戒 窃戒 这十二条 我们不厌其翻地 给大家念了一遍 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 曾国藩到底是如何修身的 其实这十二条乍一看来似乎并不难做到 可是做一两天容易 长期坚持下来并不容易 就连曾国藩本人也是经常做不到 比如第一条主径 这一条规定无事实整齐严肃 心如止水 但曾国藩从小就是个好动之人 一下子做到心如止水 这个并非易事 这一点在他的日记当中 就体现得特别明显 比如道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京城忽然刮起大风 这样恶劣的天气 仍不能让曾国藩安心待在家中 他在日记当中记载 无事出门如此大风 不能安坐和浮躁置事 如果翻看日记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类似的情况真的是并不少见 第二条是静坐 静坐的目的也是修身养性 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读书上来 但实际上曾国藩用功读书的理想 却总是被慵懒怠惰的现实所打败 经常是阴寻过日 以至于每天的日记都没啥可记的 只好记载说自己四十多天日日玩气 经常是玩乐之后又感觉到特别空虚 晚上回到寓所就把自己检讨一番 发誓从明天开始洗心革面 随之第二天又没有抑制住玩乐的欲望 导致明日复明日蹉跎日久 其实对于一个刚到京城的年轻人 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什么都想去看看 想去感受一下 凑个热闹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京城的花花世界 对于曾国藩而言 真的是充满了激情 不说文人朋友之间的往来应酬 京城各处的美景风情 就是菜市口斩杀大臣 那也是绝对不想错过的热闹呀 但是曾国藩的特点就在于 虽然看热闹的时候是积极前往 但是看完了回来的路上就开始反思 觉得自己去观赏杀人 真的是人心丧尽之举 让他徘徊翡测良久 再比如第六条锦言 我们前面讲了曾国藩从小就争强好胜 成年之后性格当中仍是有此特点 即便饱读诗书 也不能让这样的性格彻底改变 每天晚上回顾自己一天的言行 曾国藩总是愧疚不已 觉得白天总是话过多 言多尖刻惹人厌烦 表示以后一定要改 第七条是氧气 曾国藩是理学名家 同称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 那作为理学家 他一生恪守 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 但这也不意味着他总能做到 比如有一次曾国藩到童年家中去赴宴 看到人家美妾如云 就忍不住目履挟视 回家之后又看到妻子在病榻上呻吟 心中大为惭愧 反省说自己真不是人 耻心丧尽更问起他 不过反省归反省 此后曾国藩照样周游于朋友之家 寄予人家的美妾 青年时还经常出入京城的声色场所 那这就把第十二条 夜不出门 其实也打破了 除了日课十二条之外 曾国藩平生还有三戒 戒旺语 戒围棋和戒水淹 戒旺语跟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第十二条景言比较相近 那我们就再讲讲他的戒围棋和戒水淹 曾国藩从少年时起就酷爱下棋 常常感觉没有对手 任职京城之后 围棋高手一下子多了起来 导致曾国藩是逆情于义 就是沉迷于下围棋不能自拔 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沉迷于打游戏 有一次曾国藩上午刚同 有人战霸一局 午饭之后又看到有人在下棋 立即视之若渴 由于人家正下着呢 他只好站在一旁指指点点 机遇待之 可见他的这个痴迷程度 但是下棋非常劳神 曾国藩又是求胜心强的性格 往往一局围棋下完 就觉得精力用尽 这让曾国藩不得不再次展开反思 觉得精力还是应该放到智学上 这个围棋得戒 他在道光22年11月22日的日记当中写道 又围棋一局 此事不戒何以为人 为了戒棋啊 曾国藩命令家人啊 把围棋束之高阁 就是藏到他找不到的地方 然而当棋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 曾国藩又强令家人啊 把这个棋给取出来啊 接着和人家对弈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 曾国藩终其一生 也没有将围棋戒除 无论此后是在战争军前 还是在政局特别险恶的时候 他都要下上几盘 可能围棋已经成为他解压的方式 和人生的一大乐趣了吧 我们再来看看曾国藩的戒烟 梁启超曾经表示 自己特别佩服曾国藩 把他视为唐宋以来 儒家思想之己大成者 更指出啊 曾国藩以个人毅力的 艰苦卓绝而著称于世 对于曾国藩能够成功戒烟深表钦佩 曾国藩一直有 吸水烟袋的这个嗜好 但是作为一个明哲保身 平常没事的时候 都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 来食客照护的人 他当然明白吸烟对身体不好 于是决心从道光 22年10月开始戒烟 吸烟的人都明白啊 戒掉烟饮是有多难 曾国藩曾描述自己戒烟的心路历程啊 说自戒烟以来 心神彷徨 激若无主 恶欲之难 泪如此矣 不懈破釜沉舟之事 具有记载 他反复告诫自己不能复习啊 同时拼命的去找朋友 下棋或者聊天 分散注意力 用他的话说就是 不能静坐 只好出门 这样坚持了一个月之后 曾国藩终于成功的 戒了烟 从上面的叙述啊 我们也不难看出 曾国藩并非超人 他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 始终徘徊在欲望与怠惰斗争的这个困境之中 为自己立定的修身实践进行的一样艰难异常 但是啊 他的特点在于即便有堕落和妥协的时候 但始终不会放弃 每每重新捡起斗志 设法坚持下去 不会因为自己一次两次不能做到 或者偶然的怠惰就中断执行 最终成就了修身丽人的目标 我讲这一节啊 也是希望年轻的观众朋友们看到 没有人生来就那么有天赋 或者有毅力的 人生难免带多和失败 但是不要放弃初心 坚持下来 就会有所收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